这么多的人都义务帮忙 但这个时候居然传出了一名水灾炸弹客 这名男子昨天他闯进了台大医院的邮局 递给柜台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 马英九太无能借我500万 总共有四张署名是小林的纸条 他意图要行抢 邮寄人员当时立刻按下警铃 这名炸弹客就点燃了烟雾弹之后 像是忍者一样的就这么逃逸无踪了 现在警方不排除这名男子 是不满政府救灾不力的民众涉案 警方紧急需分民众因为台大医院内的邮局 遭到抢匪放置疑似爆裂物 没多久防爆小组赶到现场 迅速着装把疑似爆裂物运往空旷地方引爆 他就拿一个袋子放在我们柜台窗口 然后就递纸条给我们的窗口同仁 他都不讲任何一句话 张飞总共给了柜台人员四张纸条 上面署名小林 说这是针对无能政府的自救抗争 也批评马总统太无能要借五百万 强匪没得手 接着就像忍者一般利用烟盾逃逸 警方也透过监视器发现 强匪为了掩人冷目 犯案前还刻意变装 至于强匪究竟是不是不满政府救灾不力财犯案 还是企图混淆视听 误导侦办方向 警方暂时不排除任何可能 中天新闻 许志明 陈乃杰 台北报导 台北报导